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欣欣 在这个农村实语当中呀 有这么一句说 男斗穷 女斗健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从字面上来说 这个男人呀 如果经常斗腿呀 他可能感觉就是说 生活会比较的贫穷 女人呢 如果是斗腿呢 可能就给人感觉呀 这个女人不太安分 所以说呀 可能从字面上是这样解释的 今天呢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其他的这个就是说法不一样的 一种说法呀 是这个斗腿 它有损运势 就是说对我们的运势不是太好 如果是你经常斗腿的话